继续看看甜甜的假料 小的对大的控制和霸道是出了名的 什么怪不许 还说张口就来 刚开始导演还以为大的会生气 怕两人闹出矛盾 影响拍摄进度 后来发现大的其实也乐在其中 有些暧昧不明的意味 反而能更准确的诠释戏中贵子的感情 于是就不再过多的追问 直到后期转场 到贵州后 大的嫌剧组安排的酒店 离片场太远 来回奔波浪费时间 就跟小的单独出去住了 后来有一晚本来都收工了 后期看回放的时候 发现一场戏有明显的穿帮 需要重拍 两个人都回酒店休息了 电话还失联了 当天不补拍 第二天根本留不上 导演助理就到酒店去找他俩 结果去了 发现一个房间根本没人 去另一个房间准备敲门 就进到里面喊 救不进去 求我救员 不求我救不进去 注意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不过很有行规 最后还是封锁消息 最后我把小宝跟大宝 调久的片段放在一起 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很有故事氛围感 没事 余效 碰到 快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